词曲 李宗盛 之前老师你在那个卡丹金月厅的节目单里面 选了肖邦的四首会写曲 然后盖西文的蓝色幻想曲还有自己的改编 然后还有一首觉得还蛮特别是侧邦的那个 非加洛婚礼华丽幻想曲 因为其实看到侧邦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都会直接就是想到他的练习曲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练习曲这个部分 好像大多数的台湾学生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台湾学生好像就是在学请的过程当中 都一定会弹过哈龙跟侧邦 侧邦的练习曲有那么多首 感觉就是好像我这辈子都弹不完 所以往后学生只要一听到 我们来谈一下那个练习曲 不管是谁的 他们就觉得说可以不要吗 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练习曲它跟其他的曲种 比如说重音曲 缘故曲等等 比起来可能没有这么的有趣 所以我的经验是学生会去避免谈练习曲这一块 但是回到我们真的想讨论的问题是 到底要不要练练习曲 我刚刚马上想到一个 你觉得呼吸有趣吗 有趣那很重要吗 但是对啊 但是你能不呼吸吗 不行啊 你还是要呼吸啊 对 那那个练习曲其实就是把你在谈作品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很有系统 或者说很有效率的 把你的问题抓出来 透过一种方式来尝试解决它 对对对对 那每个人他在解决问题的方式 知道有一些人是先透过曲子 然后从曲子里面解决问题 对 有些人是要先练练习曲 掌握一些技巧的 后来他才有办法进入曲子 不然他会一直被干涉 对 就是你找出你的适合的方式 嗯 那练习曲本身有分三大类 一种就是像哈龙那种 机械性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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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音乐 然后就是统一个音琴这样 咬咬咬咬然后上去下来 嗯 然后异调什么的 那第二种就是像侧妮那种 你可能知道他要练某个东西 然后他写成一首曲子给你 第三种就是音乐会练习曲 他虽然是有某种技巧 但是他真的是以一个曲子来构思 这整个作品该怎么呈现 那当然也相对比较好听 嗯 那我想我的经验是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比较傻啊 没有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情况 像老师丢给我什么我就练什么 嗯 所以就这样一路傻傻的练上来 就乖宝宝的练习这样 嗯 好吧你要说乖也可以说无感 可以了 对就是这样练上来 嗯 我想就是坦诚的跟老师沟通吧 对 那当学生愿意坦诚的跟他沟通的时候 对 老师会尝试着用他能够的解决的方法来 帮忙 帮忙 对 对 对 那能不能真的帮到你 我觉得学生不该不该期望说老师 一定真的百分之百可以帮学生怎么样 毕竟每个人是不同的 对 那老师 每个老师知道的东西有限 嗯 但是如果说刚好这个老师会的东西 刚好是你需要的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刚刚好 很棒的缘分 嗯 那老师给的这些 方向啊 比如说老师可能就会说服你说你的命啊 你要好好练 你还是得练 对 或者说老师会调整 然后说好你不喜欢这一首 那我给你另外一首类似的 啊 或者说你不喜欢车尼 那我给你克拉麦 我给你克拉麦 我给你莫茨克伯斯基 其他作品 他学习比较好听 但是还是患当不还要 这样 对 你可能因为好听一点 就比较愿意练 对 然后其实我想还是回归到一件事情 这个就像断念肌肉 对 肌肉练起来了 而且后面 你在面对曲子的时候 你可以省很多时间 真的 我也常常跟我学生讲 对 然后 呃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 练习曲的好处 除了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就是辨认那些阴行嘛 是 我在去参加大师班旁听 或者是翻译 或者是 呃 学生在上个别课的时候 最常听到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老师要如何谈 连续发布 就很常听到这个问题 不管你是在 呃 国外 或者是在 台湾的一些大师班的课程 一定会有学生去问这个问题 其实就回到我们前面要讲说 为什么要谈练习曲 嗯 对不对 就是那个 练习曲它就是要锻炼你一到两个的技巧 然后把它写成曲子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学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技巧的话 其实你的手不会有太大的那个负担 因为有些人的手就是会硬是给它弹 弹起来 然后可能就造成那个拉伤啊 或者是需要修养几个月这样子 我想要回应你那一个就是说 硬坛这件事情 我觉得认识自己的身体很重要 对 因为很多人的手大小不一样 然后我刚好是就是一个中等的手 但是我在教学上 我常常看到那些就是很小的手 需要负担很大的 不管阴陈啊内容啊还是什么 那我会觉得这明明就是不适合你的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会比我费力很多 对 你受伤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对 然后我会就是建议挑选何次的曲 那当我每个无法避免 可能在某个阶段你需要某种的考试比赛 或者是某一个曲子当你最厉害的武器 对对对 展现你自己的时候 嗯 那就是就是 尽量尽量尽量找一个可以的 富担的 而且在其实你不需要真正上场厮杀的时候 更更仔细的测试你的负荷力到 有些人手咬动很快 对 那有些人手小 像我听说史克里亚冰手很小 但是他在钢琴上像个蜘蛛 那弹过史克里亚冰的人的时候 我说啊吧 皮膀还是很难弹 我这种中等手弹 史克里亚冰也会累 那你想說為什麼試開個條件 他自己小手他有辦法 然後他就是有辦法 所以真的每個人不一樣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可能他可以訓練你的耐力 因為比如說像很多學生在彈李斯特的曲子 可能會有一個很長的段落 或者是肖邦敘事曲最後一段 都有一個很長的段落 他可能就是訓練什麼大跳 或者是連續八度這樣子下來 等等的技巧 如果你沒有訓練好的話 就可能你的聲音也會呈現那種 沒辦法顧及到音色好不好聽的 就是整個就發就很大聲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看 像你剛剛講那個敘事曲第一號的結尾 那個真的就是一個吃 你手要夠大吸 就是個九度 你有人就是剛好夠八度 你叫他用九度就累 就累又有人會痠 痠不好控制 就很多東西過不到 所以這個東西我比較少去訓練 訓練肌肉的一件事情 因為以前講的是放鬆 但其實累的話是我覺得精神的累 注意力長時間 譬如說我彈完一首一場 因為我很累 因為我這一小時 因為我全神灌注的在做一件事情 但是倒不是做肌肉的累 肌肉的累的話 你要彈三小時五小時 維持這個動作的累 所以我覺得不太一樣 當你是緊繃的那種類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個曲子超出了你的負荷 身體的負荷 你可以拿來訓練 但是有些人練得起來 有些人練不起來 這種東西勉強不來 對啊 我覺得這種測你認是一個很好的分法 比如說測你一百首 然後測你八十九二九九 嗯 二九九 二九九啊 七四零 我覺得它是一個基本 那在這個之上 你在旁邊你再加一些什麼 可能的 對 其他這些東西 對 去 如果說 學生這時候不太喜歡這個 你可以用其他的替換 嗯 那以測你為中心 有時候你特別需要某某東西的時候 我才去加班 嗯 不然我十五七就練習去 哦 這些東西 那右邊這一塊 音樂會練習去的時候 反正考試就會 就已經會要求了 嗯 簡單一點的小方練習去 可能在彈完很早就開始彈 但是我一直覺得 你要先把測你彈好 再來進小方 嗯 二十五之二啦 是一個 是一個 可能有 有時候會聽到火小聲 就在彈這個東西 雖然他滴滴他 但是他至少彈得完 嗯 嗯 二十五之一也是一個 相對沒有那麼難的 嗯 或者說 就是 火小聲 火小聲 他跑得動 對 就彈 就是 很有可能的事情 嗯 但是真的不建議太早 沒有什麼 嗯 我在台上的時候 我是覺得 他們願意把自己 投入到這個趣旨的情境裡面 那台上台下 這個溝通就成了 嗯 我說阿嬤 就當場 我在解釋 台上 哇 好可憐的女孩 這樣子 好可憐的 好可憐的 好可憐 好可憐的